台媒报道,贾经文老公修杰凯和男性王柏杰,在某KTV卷入斗殴案件,起因是修杰凯的友人,在坐电梯时与陈欣男子发生口角,众人进入包间后,该男子心生不满,找到包间理论出手打人,修杰凯和王柏杰为了保护友人,与对方爆发肢体冲突,造成修杰凯左眼角受伤,王柏杰身上有多处擦挫伤,双方事后都表示愿意不起诉,但仍因为触犯相关法力被移交警方。 据了解,涉事人人共五位,被定性为打架斗殴事件,五人最高可罚1.8万台币。修杰凯走出警局后,外面早已围堵了大量的记者,对此修杰凯十分吃惊,被在场媒体问及当时的情况时,修杰凯无奈地表示,自己莫名其妙就被打了,不过眼角的伤势并无大碍,其他的不愿多谈,王柏杰则强调只是误会一场。 之后修杰凯和王柏杰的经纪公司也回应了,修杰凯经纪公司表示,修杰凯的友人和陌生人发生冲突,修杰凯是上前帮忙拉开的时候被打,修杰凯对于冲突如何发生感到莫名其妙,但修杰凯已经完成笔录程序,本人已无大碍。 照片中,王柏杰的白T恤上还有喷洒的血迹,额头上也有明显的磋伤,但他对着镜头依然眉眼带笑,之后王柏杰和修杰凯在街头闲聊一会,边匆忙离开。 据悉,当天贾经纹在外地工作,而当天正好是修杰凯的41岁生日,修杰凯则和有人王柏杰一起庆生。 王柏杰为修杰凯凯准备了一个硕大的修字蛋糕,十分用心,还在画面中写着生日快乐我的爱人小美女,可见两人关系相当不错。 王柏杰凯文抵达桃园机场后,才知道修杰凯受伤,但表示一切都在了解中。 2014年,贾经纹和修杰凯恋爱,之后两人陆续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。 2018年,两人在巴黎岛大婚,这些年,贾经纹一家人其乐融融,看到修杰凯无端卷入KTV风波,想必贾经纹一定十分心疼吧。 在此,也奉劝大家出门在外,推一步海阔天空。